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10月5日夜晚的桑普论证, 希望大家有comment like share,subscribe youtube,patreon, 看完广告, 利用super thanks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 和看完整条片, 我们继续讲美国大选, 如果大家想我讲其他题目都可以讲, 我都会专辑讲其他东西, 例如说今天在台湾, 大巨蛋,台北大巨蛋, 你有这个所谓的双十国庆的show, 其实show 没什么好看, 我看了几望都没什么意思, 重要的地方是赖清德总统的发言, 我们稳日再和大家详细地分析一下, 他这番精彩的言论在讲什么, 我想习近平是继9月1日, 他上《亚琴看世界》, 张亚琴访问他的节目里面说, 中国对于台湾的野心, 并不在于领土完整, 是在于野心, 他要去改变以规创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和称霸世界, 这就是他掠台湾的野心, 你说为了领土完整, 俄罗斯已经吃了满清的时候, 颈外运条约的土地了, 对吧, 计算这个之后, 不断说民主台湾和专制中国互不低数等等之后, 这次我想是另一个重点, 他帮不到, 我们的祖国绝对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台湾人, 亦都不是所有香港人的祖国, 祖国, 祖国绝对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祖国的否定论, 那我们第一时再讲他精彩的演绎是什么, 当然啦, 现在我这个时间呢, 就未看到这个Butler, 就是我录这个时间, 差一点时间呢, 就会看到这个Butler那个演说, Butler是什么地方呢?Pansylvania, 奔直凡尼亚之后, 巴达勒士就是Trump 是7月的时候枪伤的地方, 就是企图将他射杀未遂的地方, 那么他都很勇敢, 去回那个现场里, Elon Musk 也都会坐阵, 我相信他都会很诚智地悼念了, 就是因为这个狂徒, 虽然狂徒的现场被击杀, 狂徒射杀, 当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无辜的一位爸爸的一种情况, 我想这一点希望他都会悼念啦, 也都会说回呢, 就是他会fight fight fight的这个重点, 这个一定不会有的东西, 这个感性的宣照很多啦, 那么美国大选进入最后的直路啦, 今天是10月5号啦, 刚刚说过, 5日, 5日, 10月5日, 11月5日, 31日的时间, 最后的冲刺啦, 跟着下来很快大家会看到, 美东时间很快会上演的这场, 特朗普是现场直播, 大家看youtube就知道啦, 他不留的一个造势的大会, 他会跟J.D. Vance他的副手合体, 也都支持特朗普的亿万富豪, Elon Musk, 马斯克也都会到达现场, 那么幕僚预期现场将会非常感人, 非常热烈的, 这个是感性的动员啦, 那么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在这个礼拜上节目时预告, 他有义务回去, 枪击现场不留, 那天我被枪击的时候, 我就说过, 我们会回来的, 那么最近他的一番演讲, 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试美, Wisconsin的一个演讲, 那么他的演讲里面, 最近的讲法就是, 一个他不是演讲, 一个是一个参号, 参号就是一个, 很多人问问题啦, 那么他都要回答别人即席问的问题, 没有teleprompter啦, 没有任何的读稿机啦, 他要即席回应啦, 其中一个回应,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 喂, 你拜登, 哇, 给意识来说, 哇, 你可以炸伊朗一下, 但是你识度, 尤其不准, 不准, 你去炸伊朗的核设施, 哇, 哇, 特朗普就说, 这不是stupid 的呢? 当年你阿富汗撤军仓皇, 撤出, 先撤军队, 跟着武器撤不完, 搞到很多的武器落入中国手上, 已经是一个坏的东西, 搞到俄罗斯有野心侵略乌兰, 是件坏事, 你都未领取教训, 今天你告诉这个意识里知, 你炸, 但是不可以炸人家的核设施, 当然要炸人家的核设施, 人家, 就是你跟人家打架, OK? 就是人家有把枪, 那你第一个机会先拍掉他的枪, 或者是先射掉他的枪, 你不是, 你不要搞他的枪, 你打他的头, 打他的颗就好了, 人家有把枪的, 人家有核设施的, 可以核飞弹的, 我是以色列第一时间射他的核设施, 射掉了, 射瓜了, 摧毁了他们核设施, 怕啊, 第三个世界大战, 因为以色列是涌核国家, 跟着呢, 伊朗是涌核国家, 那你如果怕的话, 你就不要打了, 我说到没了, 你要打, 你就要打射随军上, 一见封喉, 就好像今天, 2020, 2022年, 不是今天, 两年前, 两年多前, 要去打俄罗斯的, 一铺过, 封了俄罗斯去, 玩完他, That's good, 你做不到, 医院博, It's really dangerous, costly, OK? 很高成本, 而且非常危险, 今天你如果真是叫以色列, 你可以去打伊朗的话, 那就放任以色列去打, 以色列第一时间, 打伊朗那些, 要攻击到自己的核设备, 核弹的嘛, 你不打人家的核弹, 你打什么啊? 你不摧毁他的核弹设备, 核弹基地, 你做什么啊? 所以我就是说, 这些是一个, 不需要读很多书, 你问小学生都知道, 你一天就不能去打, 哎呀, 你怕第三个世界大战那么怕, 怕得尿都磨了, 那你就不能去打仗, 那你就谈谈, negotiation, 如果你要打, Prepare to win it, 今天你不是 Prepare to win it, 你去打, 然后打的时候, 希望又谈又拼, 各位, 人家是狮子柴狼, 你就是做传教士, 你就是做牧羊人, Really wrong, OK? 所以我就是说, 特朗普今天, 你说, 他是煽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No! 他意思就是说, 你做拜登的, 废登的, 你和内塔利亚胡说这些东西, 内塔利亚胡都不理你了, 昨天我节目都已经说过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重要, 从一件小事, 就是知道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袖有多大的分别, 起码此时此刻,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袖有多大的分别, 而当特朗普去到北纳的时候, 我相信他感召到的人会更多, 时间回到7月13日, 特朗普在北纳户外造势活动上的时候, 被枪手由屋顶开枪射击, 当时他右面耳朵被子弹划过受伤, 群众中有人被波及丧命, 包括以肉身帮家人挡子弹的义务消防员, 就是康佩拉托尔, 事发当时特朗普和死神刹经而过, 右面是浅血, 仍然震悲高夫斗的硬看形象, 为美国政治史上流化经典的画面, 特朗普的人马都曾经说过, 5号的造势将会以特朗普海船归来作为主船律去进行, 也会向枪击案当日丧生, 受伤的民众和第一线的急救人员致敬, 特朗普团队就是今天正式公布造势地点, 时间和很长的出席名单, 特朗普的意识府, 兼她最主要的心腹幕僚, 拉拉特朗普, 接受Fox News的访问时表示, 明日你将会在宾夕坟尼亚州巴特勒 看到我们白宫迫切需要的力量和领导力, 我认为这将会是一个情感澎湃的造势大会。 巴特勒的枪击事件震惊全美, 两党都有议员呼吁选民冷静, 不要激化选战分裂国家, 但这三个月以来造势重回更激烈更尖弱的基调, 特朗普也尤其爱去讽刺对手Harris, 怪民主党的激进言论, 让他几乎没了命。 虽然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NC, 说他只愿讲枪击事件一次, 但因为这个太痛苦, 因为这个太痛苦, 但他在后组的造势中, 仍不是提过闪过子弹的那一天, 这个当然讲话不讲他的自由, 也没有什么承不承诺的问题。 7月的枪击事件, 使得美国特勤局US Secret Service, 面临排山倒海的抨击, 当时的局长Kimberley Cheeto是引咎辞职的。 特朗普在9月中在佛罗里达州自己的哥尔夫球场打球时, 差点又再被暗杀, 研犯当时躲在灌木松中, 被特勤人员阻止, 而参与院几日后发布调查报告指出, 特勤局原本有机会阻止7月的事件发生, 联邦州和地方执法部门的沟通协调失误。 这几个月中, 特朗普的造势违安滴水不漏, 特勤局也出动防弹玻璃保护台上的总统候选人, 这个无论是对Harris或特朗普都一样, 避免再出意外, 斑政凡尼亚州的政府预计届时将会有3万人参与集会, 警方严身以待派出更多人力。 今天美国郭卫山商报The Hill在今天报道, 重返宾夕凡尼亚州除了拉台声势之外, 还有政治意义的, 因为宾夕凡尼亚州是总统打算中最关键, 是重中之重, 最关键的战场, 没有之一的是最关键, 19张选人票。 民主和共和党都是当地花了大量时间和资源, 根据民意调查, Harris就会在宾夕凡尼亚州领先川普不够一个百分点, 事实上就是这样, 我会说你今天摊开这些民意调查, 做一些加权, 你将2016年2020年这一堆民意调查, 和实际票数的差距, 其实你发觉到1620当时很多民意调查都是对左派有水份的, 你将这些水份扣了之后, 其实基本上你会知道, 今次如果民意调查, 如果和20162020都是同样的水份数目的话, 特朗普已经赢了, 这个就是一个民意的情况, 但是去到选举, 有没有做票呢? 另一件事, OK? 有些人就很喜欢怪一个人, 怪哪个人呢? 就怪Lara Trump, 就是她的二女婿, OK? 那这种做法我会怎样看呢? 最近Lara Lee Trump, 就是她的女儿媳妇, 特朗普一家是一个和党员, 她就说她挪用资产, 又说记住我是特朗普的daughter-in-law, 那就是说如果仍有任何不满, 将会被视为叛徒, 开除党籍, 最可怕的地方就是通过X, 就是以前的Twitter, X平台, 有一个叫乌克兰战争最新进展, 她的网号叫HXR001, 她怎样写呢? 我多一次给大家听, 我很怀疑这些中共拿来做认知作战的一种方法, 她怎样写呢? 川普把他的仪式府, 付席上, 全部简体字写的, 川普把他的仪式府, 付席上共和党党主席, 各位, 那个不是共和党党主席, 那个是RNC, 共和党全国大会, 共和党什么党主席, nothing, 你不要用一种日本台湾这种政党的想法去党主席, 党主席是没有权的, 就算要说的全国, 共和党全国这个竞选委员会的主席, 而不是党主席, 世界上没有什么叫党主席, 美国没有这种东西, 他不是内国制, 你做党魁不会成为首相, 真真正正的实权他都没有, OK? 而他的名称也不是共和党党主席, 这是第一个错, 第二个错, 他是这样说的, 事的, 以色府是川普的傀儡党主席, 还有那个傀儡, 他一来不是党主席, 最后是特朗普的傀儡党主席, 即是说他不可自决, 是不是这样呢? 兼财政部长, 他何来兼财政部长呢? 哪里是一个党的财政部长, 是由这个Lara Trump去兼呢? 这个Base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写了, 已经把党的资产用在川普家族的开笑中, 即是说党产私用, 就是他说, 党内有人要起诉他, 违法挪用公款, 视频中他说, 川普一家都是共产党党员, 为党服务, 他词共产党是否写错字呢? 因为共和党党员, 他词共产党党员, 为党服务, 开销是合理的, 他警告说, 任何不满, 会被视为叛徒, 开除党籍, 他词了一句说法, 就词他的东西, 记住, 我是川普的仪式虎, 这一段这样的东西, 就不断地在广传, 接着台湾有些垃圾的媒体, 我不说全部记者垃圾, 但这篇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和编辑肯定垃圾, New Talk新头学新闻里面, 竟然将这个东西说到整个标题如何下落呢? 川普式虎成党败女主席, 被控用党产电家族开销, 基层也叹竞选经费没汗道, 这就是台湾的左胶新闻, 是吗? 接着他说, Harris在造势活动中, 川普经常说大话, 画大饼, 无法兑现给选民承诺, 上次选举期间, 川普曾经说自己是唯一一个, 能够将美国制造业工作带回来的人, 但是根据数据, Harris说, 在川普担任总统期间, 制造业损失了近20万个工作机会, 其中一半来自Michigan, 我想这些这样的说法, 是这些叫做, 这些叫做乱说24, 乱说24, 就是你完全将所有, 就是叫做什么? 正增长的你不看, 你看那些, 你不看那些增长的部分, 每个工作的新陈代者, 你增长的部分不看, 你只看那个, 这个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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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失的部分, 那你流失, 和增长, 要有一个delta, 就是有一个差距, 你才看到的嘛, 什么叫做, 製造业损失了近20万个工作机会, 其中一半来自Michigan, 这些全部都是fake news, 但这些fake news的media, 从来都不会fact check这些东西, 而说到尾, 我看拜登时期, 这个情况, 又是怎样呢? 你将数据摊出来看, 是吗? 这一点就是重要, 特朗普常说, 如果Harris当选, 美国将会陷入1929年的时候, 这样的经济少条, Great Depression, 当然, 拜登也会导致到极度的通货膨胀, 这个才是重点所在, 但是被这些完全不过脑, 极左派的一些, 也不知道脑筋有什么问题的, 新头学的一些记者这样的写法, 我觉得非常令人质疑这些报道的真实性, OK? 当然, 与此同时, Harris究竟是否好的策略呢? 他拍了Lise Cheney, 我们昨天说过, Cidney, 即是台湾的Cidney, 就是以前, 小布殊的副手Dick Cheney的女儿, 就是前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 后来在淮沃明州, 因为Trump不承受他, 最后党不提名他, 他就生气了, 现在呢, 伴将去了Harris究竟的地方, 就是帮他3号在Wisconsin联合竞选, 那么Harris呢, 乃爺, 乃爺了什么呢? 他公开赞扬, 这个Lise Cheney的父亲, 前副总统切尼, Dick Cheney的贡献, 这个做法立即引发巨大争议, 并被广泛批评为, 民主党选战策略的严重失误。 这帮极左派呢, 他不是, 他开始出现了很大的反响了, 那会不会脱票呢? 那么let's see,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撤离这位长期担任淮河明州的女儿, Lise Cheney, 她长期担任淮河明州国会议员, 和小布殊政府副总统的保守派政治人物, 经常被认为, 美国2003年入侵伊德克战争的主要责任者, 当时就因为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 Cheney, 鼓动George W. Bush, 就是入侵伊德克, 而你的理论根据就是, 那个有大杀伤力的武器, 而最后发现没有, 而美国都认为这一场战争, 根本上是一场荒谬的战争,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没有人会认为2003年入侵伊德克战争是神圣的战争, 这种干预主义基本上是出事, Harris在公开场合, 感谢撤离的支持, 这个举动立刻在政界和舆论界引起牵然大波, 很多民主党的支持者和评论员对此求烈不满, 知名记者和以批判性报道文明的Maddy Hudson说, Dick Cheney不单止犯下战争罪行, 导致几十万的伊德克人丧身, 还导致几千名美军士兵战争, 今日撤离被认为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 以及最具争议性的副总统, 很多政论人认为小布殊总统主政八年, 前四年基本都是撤离当家, 在幕后法务司令小布殊认同败虑, 因为撤离整个军工复合体, 军火箱的重要的前面代理人, 这个毫无疑问的, 2018年, 荷里活的电影有个叫VICE, 记不记得吗? 台湾是唯副不仁, 就是唯副总统的副, 唯副不仁, 就是VICE, 讲述次来如何从白宫幕僚 逐箭爬上权力的顶峰, 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 曾经做The Guardian, 《遗报记者》, 以揭露美国政府监听丑闻而闻名的Glan Greenwald, 就讽刺建议, 应该给Lis Cheney去密西根州, 密西根州, 密西根州, 密西根州的Detroit, 或者迪尔博恩, 去为Harris竞选。 他可以解释, 他和父亲为什么仍然支持 关塔纳摩监狱, 中情局秘密监狱, 酷刑, 秘密引导, 无人机襲击, 和伊特克战争。 他可以解释一下。 右派的政治评论人, 兼Podcast博客的主持人, Zagar Angeti, 就更加以反讽的语气表示, 是啊, 想一下, 没有Dick Cheney的贡献, 我们现在会有多惨。 讽刺, 即是说, 基本上他所谓贡献, 基本上就是出美国的丑。 就连拜登的总统, 亦都和赤尼和Harris 共同竞书部动后, 公开称赞赤尼的勇气和诚实, 准备他过去曾批评赤尼, 因此, 这个举动未能平息争议, 反而更突掀了民主党在选战策略上的混乱和矛盾, 很多左傾的美国人对赤尼的评价和拜登是大相敬庭的, 认为Harris的发言是对受害者的侮辱, 并质疑民主党的政治立场。 有些评论人认为, Harris这个举动反映出民主党为求胜选而采取的极端策略, 甚至有人说, 这件事比作是举阵骨崩溃, Matrix的崩溃, 记得Matrix, 其乐里维斯一套电影, Matrix的崩溃, 或者是无以现实Virtual Reality的失控, 就是VR的失控。 一位X平台的用户者说, 当你如此渴望赢得醒你, 你甚至会感谢Dick Cheney为国家所做的所力贡献, 那无以现实Virtual Reality失控。 而共和党方面, 前总统特朗普就讽刺Lis就是一个低智商的战争鹰派, 并借此攻击民主党的选战策略。 Lis本来就是共和党建制派知名的大穿黑, 基本上他专门是要顶, 即是他唐牛对这个食臣, 他摆明是在讽刺Trump, 他摆明是针对Trump, 而Lis不单是少数投票赞成弹劾Trump的共和党人, 更挑起了众议院1月6日国会身中 骚乱事件, 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副主席位, 因此被不消保守派的宣民唾弃。 Lis也因此付出代价, 在2022年怀俄明州的共和党初选中, 减败给前总统Trump支持的对手, 保守派女律师Harriet Hagerman, 无缘在其中的选举选中赢得连任。 你看到这个多用心险恶的人, 其实他不会为这个选举交分, 反而现在为Harriet减分。 接着减分的人还大有人在, 除了刚刚说拜登, 他除了说这个, 你内塔尼阿湖炸伊朗那些, 不要炸核设施, 不要炸核飞弹, 不要炸核弹基地, 讲这些东西的情况下, 他还有一个出丑的地方, 他就说奉劝以色列不要炸太阳烟, 不要炸太阳烟, 还有一个不要炸, 你知道不能炸什么呢? 伊朗石油设施, 你不要炸核弹, 也不要炸伊朗石油设施, 说他已经努力号召全球避免 令中东冲突变成全面战争, 这个就是弱了, 你不炸人家的能源, 你不炸人家的核弹,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the seven are you doing? 这个就是拜登的一个最大问题, 发生社报道, 拜登走到无预警, 现身白宫简布室, 做了这么久, 总统是第一次去简布室, 没有一个左交媒体说, 你失职, 你不去白宫简布室, 这次第一次去, 三年多了第一次去, 他还说, 以色列总统奈塔利亚胡, 在决定下一步的时候, 应该记得, 美国我, 是我, 对这个美国, 对这个以色列的支持, 你做事, 记得我帮过你, 我说的东西你要听, 你就不要炸那些东西了, 其实说到最后, 美国没办法操控以色列, 拜登昨天表示, 华府正在和以色列讨论, 以色列空袭伊朗石油设施的可能性, 油价应该会认升上涨大概5%, 为了我的选举, 怕油价上涨, 你不要炸石油设施, 哇, 我要为你fight this war, 我今天为我Israel fight the war, not for you, 不过他不会这么说的, 心里面真是DLLM, 今天记者就问到特朗普这个讲法的时候, 拜登表示, 不是, 拜登这个讲法的时候, 拜登表示, 如果我是他们, 我会考虑呢, 除了袭击油田之外的其他选项。 他说, 以色列尚未确定他们将预和行动, 以报复伊朗在10月1日, 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弹道飞弹攻击。 Harris呢, 将在11月5日, 大选代表民主党迎战Trump, 又加长期向扬, 将会大伤他的选情, 因为生活成本是选民关注的非常大议题。 拜登并未事先宣布, 他会现身这个著名的简报室讲台上面, 记者对他出席感到惊讶, 他是不是挡失路, 我真的不知道。 他先前在总统任内, 近四年期间, 从未在这个地方发表讲话, 拜登准备四任之制, 时局紧彬, 中东情势一触即发, 他在国内也因为近期巨峰Hellene, 侵袭美国东南部, 从Florida到Georgia到South Carolina, North Carolina, 这个非常大的冲击, 面临政治批评升浪, 他说他正尽最大努力, 避免中东爆发全面战火, 还很久了, 你完全不行, 越了越和, 废登就是废登, 拜匪就是拜匪, 拜匪就是Rig the election, 废登就是Incompetent, 他是拜匪登, 拜匪和废登都对的。 以色列近日, 持续轰炸黎巴嫩, 企图消灭获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Hezbollah, 即是真主党, 拜登告诉自己者, 他说我们主要能做的努力, 就是号召世界其他国家和我们的盟邦, 参与压制这种状况, It's really BS, 废话, 假大空的废话, 他说, 但又好像真主党Hezbollah, 和也门的青年运动, Oh, Hutis, 这些不理性的伊朗代理人, 这就很难说了, 你讲完这些做什么, 你做时事评论人, 你做总统的, And you cannot do anything, You are incompetent, grossly incompetent, This is Biden, 这是我说的, 我觉得这是grossly incompetent的总统, 然后左派又搞一些搞作, 他没有新闻搞, 他于是会搞什么呢, 就是说, 有很多新闻炒作一些东西, 例如说, Trump 5号, 发布了一个, 在Truth Social上, 有个账号的, Trump Daily Post, 发文, 看来就是一张推文截图, 内容就是, 一位, 在美国最大银行, JP Morgan, 就是摩根大通, 的CEO, Jimmy Diamond, 就是Diamond, 就是Diamond, Diamond, 就说呢, 这个就是, 内容是Diamond的, Jimmy Diamond的文字, 就是Jimmy Diamond, JP Morgan的CEO, 已经支持Trump竞选总统, 发文的时间是, 美东时间10月4号, 下午1点56分, 当时Trump正在前往Georgia, 的这个, Augusta, 就在这个造势的途中, 但是呢, 这个说法呢, 是不是JP Morgan真的支持他呢? JP Morgan很快透过发言人, Joe Evangelisti, 外面反驳这个帖文的说法是假的, Evangelisti就说呢, 这个Jimmy, 就是, 并未支持任何候选人, 也都没有对Trump, 或者他的民主党对手Harris的选战, 有任何捐款, 那么, 但是Trump在这个频道的这篇文章, 并未立刻被删除, 被分享至少三千五百次, 超过一万一千个赞, 那么, Trump也抵达了奥古斯塔之后呢, Augusta之后呢, 就被记者问到这个法文, 他说,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就是想想这件事就是人家的法文, 因为他有个竞选的, 有很多AIDS, 有很多的, 他整个一个, 一个团队的team来的, 那么, 有人发这些事情, 每个人发错消息呢? 民主党捉住这件事, 就说, 哎, 你由Fake News, Fact Check, 错, 被人否认, 你在哪里, 所以, 我说, 喂, 每一个竞选团队做很多事情, 有意的, 无意的好, 错的, 也都会, 会认, 打直起定, 特朗普就说, 不关我的事, 他后面那些人不发,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可能就说, 这是某个助手法的, 特朗普就说, 我不知道, 这个就是Diamond吗? 他完全不认识, 你叫 Jamie Dimon, JP Morgan, 你CEO, 赚很多钱, 你很低调的, 有钱多数很低调的嘛, 你不出名的, 就是, 说真的, 随便找个, 美国大银行的人, 站出来, 你都不知道, 你是什么, 为什么? 他们就是一个, 一个管理人来的嘛, 他们就是CEO来的嘛, OK? 那么, 这个情况, 就是说, 可能是假消息啦, 那么, 记者就说, JP Morgan的发言, 确认搞消息的时候, 特朗普就说, 那肯定是有人, 在这里利用他的名义, 那么, 这个没有回避责任, 但是, 那些阻加回答, 你特朗普不肯认, 你发错事, 你讲大话, 你不是讲大话, 你不是讲大话, 就是用这样的地方来玩特朗普, 那么, 那个团队那里, 是negligently, 去发错这个消息嘛, 那么, 那么, 特朗普已经说, 那肯定是有人, 利用他的名义, 去做这件事啦, 就是说, That's not true, 我都不懂Diamond, OK, 他也都九月已经说过, 他对Harris或Trump都不支持, 强调自己是neutral的, 那这件事的话, 亦都被一帮左监媒体, 在那儿不断在那儿, 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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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拜登继续在那儿, 接着说, 他说完这个, 不可以炸核设施, 不可以炸油井之后呢, 接着就说, 哼, 你看看他说什么, 就是废都没有了, 这个拜匪废登, 他说什么, 10月4日, 他说, 确讯下个月, 总统大选是自由和公平的, 喂, 选举都没办, 你确讯这个总统选举是自由和公平的, 你什么事啊, 喂, 你对于一个未发生的事, 那如果说, 四年之后, 我确讯你会死的, 那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那, 一个月之后, 我确讯一个月之后的选举一定是自由和公平的, 你这个确讯有多少的说服力呢, 是吗, 就是我今天说, 我确讯特朗普一定会赢的, 你都觉得,喂, 桑普, 你做什么事啊, 你凭什么, 去做这个确讯, 我确讯Henrys一定会赢的, 那你凭什么确讯这种事呢, 未发生的事, 你以为你自己, 可以拿着一个罗家, 知道你天地所有万事万物的基利吗, 不可能的嘛, 你不是上帝, 你是想做一些, 好像上帝, 要了解上帝在做的事情一样, It's really stupid, and it's really fruitless, 最后是骗人, 除了骗人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呢, 我只是说, 这个选举一定自由公平的, 但不确定会不会和平, 因为特朗普和粉丝到现在都不愿意承认2020年的大选结果, 是啊, 到我今天, 我都不会承认这个结果, 我不是说, 这个结果是不舞弊的, 我是不承认一个, 我根本上没有办法有充足的信心, 它没有选举舞弊的一个选举, 那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说, 拜登4日无预警地现身在白宫版的简布室, 他说, 我相信11月大选将会自由和公平的, 但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和平的, 特朗普所说的话, 以及他上次不喜欢选举结果所说的话, 都是非常危险的, 他说, 特朗普的竞选博同Vence 没有表示他会接受2024年的大选结果, 而且也都仍然没有接受2020年的大选结果, 其实我都说到白, 如果这个选举是自由, 公正, 公平, 没有贵选, 而且大家都是按照原有的方法来, 没有捉到任何一些贵选的证据, 或者一些按照常识而断定的怀疑的话, 我当然不会否定这个选举结果, 我这么多次, 这么多次美国总统选举, 我什么时候会否认过一个选举结果才行, 但2020年真的很惹人怀疑, 对不对? 对不对? Vence和Waltz的辩论里, Waltz就问到Vence, 特朗普是否输了2020年大选的时候呢? Vence, J.D.Vence就问, 我会专注于未来, Waltz的回应就说, 你根本是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 我现在不是追究之前这四年来, 是一个legitimate的regime, 我现在在说2024年11月5日这段时间, 所做的对47任总统所做的选举, 总统副总统的选举, 参议员的选举, 众议员的选举, 可以吗? 现在专注这件事, 你问我一个陈年旧事, 你是不是承认那个是公正的选举? 即是说你今天民主党人, 对这个仓霸, 都有怀疑啦, 起码你都知道, 很多人在怀疑你, 所以你才要执人家, 你自己都心虚啦, 今天你说, 我不是心虚, 是你坏人, 你质疑就不对, 质疑就不对, 不就是censorship啦, 我质疑你, 我今天有没有去颠覆你呀? 我今天有没有去煽动, 那些人去暴动呀? 我今天有没有煽动呢? 好多人去, 轻轻的诉讼来告你呀? 那你说, 这个质疑都不对的, 那你真是, 你是什么人呢? Are you a monster or angels? 你觉得自己是angels, but you're a monster, you look into the mirror, make a censorship, make a first amendment right, make a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eedom of speech, 我这件事有没有煽动明显而立即的危险呢? 你搞清楚这件事, 对不对? 辩论会第二天, 当Vance在竞书活动中再次被问及同一个问题的时候, 他再次强调, 专注于33日之后的选举, 因为我想把Harrick赶下台, he should be fired, 回到常识性common sense的经济政策, 他补充说2024年的选举将会安全可靠, 我希望这件事真的做得到, 而Trump已经表示, 他将会接受自由公正的选举结果, OK? 那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希望大家都明白, 当然美国众议员对于抗中保台都有跨党派的共识, 这一点好无疑问的, 美国联邦众议员在洛杉矶办事处有一个国庆酒会, 那这个国庆酒会呢, 基本上不是中国国庆, 是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 这个酒会里面, 赵美森Judy Ju, 金影浴Yang Kim, 和加州的众议员方树强Mike Fong, 和多国的駐洛杉矶总领事都出席, 不分党派, 美国国会挺台力度会更加大, 台美关系会更加巩固, 无论选举结果是怎样的话, 台湾作为政府作为议员, 他不是我这种评论人, 如果你是政府是政府议员的话, 你应该跨党派获得支持, 你不像我这样去评论美国大选的, 有些人想这样做, 但我告诉你, stop, 你们这班人, 你是议员, 立法委员, 或者你是从政的, 或者你是总统, 或者行政的官员, 或者是司法人员, 监察委员, 考试委员, stop, 因为你们没有资格去评论这些东西, 我是公民, 我不从属于任何政党的, 我当然可以清心直说, 但如果你是政府的话, 一定要搞bipartisan的support, 你不可能压住, 千万不要压住, 你没必要压住, 那这个就不要小心眼去做这种东西, 我有我的价值观, 我做commentator, 当然, 应该说, 如果我不说我自己的立场的话, 我不如不要做commentator, 两边都好的, 这个又好, 这个又有隐忧, 那个又有隐忧, 那let's see, 这些这样的东西, 祸禧来的东西, 我会告诉你, 是很, 很, 就是叫做, 好世界仔, 我只是这么说, 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还可以怎么形容, 是吧, 那民主党籍的赵美心, Judy G, 就是这个联邦众议院的, 国会亚太瑞连线的主席, 那他就回答, 中央社会问时, 11月美国大选对于台美关系的影响时, 相信Harris会保持台美关系坚实的, 那我不知道他相信有什么基础, 到今天我也不知道Harris的中国政策, 他说Harris会继续我们一直以来的路线, 和台湾保持良好关系, 确保台湾不受其他国家影响, 这句话不是应该你讲的, 应该是Harris讲的, 不是你讲的嘛, 面对中央社会者提问, 谁对台美关系最好的总统候选人呢? 共和党籍的金颖玉, 没有提到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Donald Trump, 他表示, 不会预测谁会在11月大选中获胜, 但无论谁入主白宫, 国会的挺台力度一样都很强的, 当然不会一样啦, OK, 怎会, 喂, 那你今天, 你看看美国不同的总统, 亦都有不同的力度, 占森, 艾森豪威尔, 尼克逊, 一直到福特卡特, 列根, 一直到老布殊, 克林顿, 小布殊, 一直到奥巴马, 跟着Trump, 跟着拜登, 都不同啦, 因为他们全部都对中国政策, 对台湾政策都一样,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每个总统, 他是三军统帅, 都制定外交政策, 当然会不一样, 但, 美国现在抗中细成, 他对于抗中挺台, 一定会兼顾强弱之分, 先后之分, 或者是强与弱之分, 这个我是这么说的, 但不会说, 今天会完全回复, 就是尼克逊那种做法, 要拜拜台湾, 我觉得也不会, 但如果你说, 他会对台湾在Harris里面, 很坚实的一种支持的话, 我会觉得, 对台湾的支持, 不如你对中国的揽炒, 不是揽炒, 对中国的制裁, 对中国的扼杀, 对中国的贸易战, 科技战, 金融战, 这个才对台湾最坚实的, 你说多少说话, 不如你对共产党, 使得他痛, 使得他伤, 使得他碎, 使得他裂, 使得他忙, 这个才是最大的方法, 所以我说, 重点不是挺台湾, 重点是, 除了挺台湾之外, 你要win China, 而不是manage China, 这个才是最大的分别, 是吧? 那么你看到, 有关台美法案的时候, 跨党派支持, 435个众议院议席, 有400票都是支持台湾的, 中国不断地扩张他的野心, 伤害台湾, 野心会不会要拿下台湾? 金影玉Yang Kim, 这个共互党籍出色的议员, 就说, 我们必须展现我们坚定的决心, 和我们的盟友台湾赞在一起, 提供台湾所需要的威胁力量, 今天Judy G, 赵美森就说, 总统大选结果对台美关系不大, 他支持Harris, 他说, 我希望Harris担任总统, 因为他是一个更稳定的领导人, 能够维持美国和世界各国的良好关系, 这个就是各有各说, 有些人支持Harris, 我都不会当他是走狗卖国策的, 但我就是说, well, it's really foolish, 你问我, 我觉得是很蠢的行为, 那当然, 遲些我会跟大家说, the squad, AOC等人, 他们怎样是个极左派的情况, 那今天呢, 我都比较忙些, 出去, 去乌萊玩了半天, 那希望大家都, 看到一些相片, 我放回Facebook, 今天我Facebook呢, 是曾经被整个Facebook呢, 炸塌的, suspend了我, 取消了我整个户口, 所以今天中午呢, 一到去到大概20点30分的时候呢, 一百个半钟头呢, 是blackout的, blackout的, 最多现在回复了, 所以我现在Facebook呢, Instagram呢, 都可以照常使用, 那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的频道, comment, share,subscribe, youtube,patreon, 看完广告, 看完影片, 利用youtube里面有的, dance的function, 钳钳的function呢, 可以多点打赏, 希望大家多点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